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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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赏妞妞です 看到封面 应该也知道今天我们来介绍 贞德 不过放眼望去 很多游戏里面 都有贞德这个角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必然幻想里面有贞德 还有大家最知道的 FGO里面也有贞德 然而我们必然航线里面 也有贞德 不管是哪一边的贞德 只要能够娶回家当老婆的 就是好贞德 OK 好像有点车远了 我现在马上来看一下 我们必然航线的贞德性能 首先第一个技能 红技能只要是对皇家的阵营 都会造成 10%的提升伤害 不知道是贞德跟皇家有仇还是怎么样 只要对皇家的人 他就有10%的增伤 再来进入战斗中呢 他会进入一个特殊点燃 每三秒会造成8点的伤害 持续30秒 而且被打到的时候还有机会 再次获得这个buff 应该算是debuff吧 不过呢 真的这个角色不管到哪里都是被烧 即便在必然航线里面 他也是被烧 这个3秒造成8点伤害 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痛 这个伤害呢 是不能透过这个灭火区去见面的 而且他这个就是强制特殊点燃 进场就一定会有 被打到还会再次覆盖 基本上这个技能是常驻 一定都会有这个点燃的效果 而且除了点燃之外 还有一般的炮火点燃 也会同时在身上发生 所以你会有可能存在两种点燃 一般点燃跟特殊点燃 那这个特殊点燃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当自身被特殊点燃的时候 自身的火力雷及防空回避 都会增加20% 也就是说这个常驻点燃 也会增加它的一个常驻能力 还有啊这个特殊点燃呢 其实虽然说不能被灭火器给减免 那当然安全海域 是可以去减免这个所谓的特殊点燃的 这点可能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知道点燃会带来提升面板的属性 它基本的面板属性呢 其实耐久就不高 霜填也不是很高 火力其实都不高 基本的起始面板属性其实都不高 不过因为特殊点燃的关系 它基本上常驻火力雷装回避堆空 这些属性提升起来之后 它的基本面板就跟我们的贝尔法斯特 是差不多的 而且它的命中是所有轻群里面第一的 再来它的运气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它本来自己就有不错的一个生存能力 然后提升的这个面板属性 其实也是跟我们贝法差不多的 比较可惜它的这个武器效率啊 鱼雷效率啊是偏低的 如果跟贝法比的话 贝法是比较偏输出型的 那贞德就可能就是比较偏防御型的 OK下一个技能 下一个技能是防御技 战斗开始的时候 10秒就会直接增加我们前排所有一个护盾 那之后每20秒会生成一个盾 那这个盾呢 可以挡住这个贞德耐久度的6% 持续8秒 贞德耐久其实本来就不高 3200多 如果你加个维修给它的话 3700多的血量 那6%相当于它可以挡220多的一个伤害 不过220多跟我们的光辉比起来 光辉当然补的盾会比较多 当然这个盾不只是挡伤害而已 这个盾呢如果被击破的话 当下这个角色会无敌2秒 就跟举高高一样 前排会无敌2秒 那如果这个盾没有被击破的话 还会立即回复该角色的血量 所以它前面可以乘伤 乘伤乘伤乘到最后8秒 不见之后会回70点 所以整体而言 它对前排角色的这个乘伤能力 或是回血能力 是有一些效益的 再来最好用的地方是它会有无敌 2秒无敌是什么概念 就跟我们举高高一样 可是举高高要被打 它才会有无敌的概率 真的是开场10秒 之后每20秒 比如说10秒 30秒 50秒 它都一定会发挥这个盾的效益 那这个盾很好用的地方就是 当你在打一些比较激烈的关卡的时候 里面弹幕很多 那这个盾就会发挥它的效益 一般盾可能可以挡伤害 当你打到后面高男孩的时候 这个盾可能一下就被融化了 比起容易被融化的盾 我宁愿去选择这个 可以无敌2秒的一个效果 因为无敌就是零伤害 这个效果非常好用 像我们临波在打这种贴脸鱼雷的时候 很常会面临到对方会有一大波的伤害 灌在我们的脸上 那如果我们可以算好这个 贞德的盾加无敌这个时效的话 基本上我们去鱼雷贴王的时候 这个损伤可以降到非常非常的低 这个应用我相信未来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手段 不妨可以把这个角色先培育起来 那之前也说过了 法国队基本上就是很看重手抄这一项 那贞德这个技能 其实也是在手抄上面 会有很大的一个发挥 好 最后我们来讲解一下 贞德带什么装比较好 其实主炮你要带这个海星炮啊 或者是西雅图炮都可以 我是不是个人比较偏好这个海星炮啊 因为它射速比较高 它可以带来比较多的全弹发射 那磁联 赤磁联应该没有意外 对空其实基本上都可以 它对空能力也不错 再来它的航数很慢 它的航数只有25 所以带个小矮黎 不振前卫的基本航数是还蛮重要的 再来基本维修就是一定要带的 它的耐久度会优关于它的护盾厚度 好 最后我们来推广一下贞德的应用 贞德其实就是一个前卫的一个保牌角色 保前排用的保姆角色 所以我们可以搭配一个 我们比较薄皮嫩姬的输出角色 如果你可以配合谢飞的话 那整体的坦度就会高很多 因为谢飞的记录血量比贞德还要高 所以谢飞一定可以使得贞德受到很多的减伤 然后贞德还可以提供前排很多的护盾 还有无敌的效果 那这中间的薄皮嫩姬就不会这么容易死亡了 所以这个贞德可以记录这个前排当做保姆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好啦 以上是今天对于贞德的介绍 那希望能帮助你了解贞德这只角色 好 有问题的话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是草莓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